真实的故事 灭心的情节 匪夷所思的案情 尽在形式真机档案 本期真实情感答案 性无能者自导的荒唐悲剧 更悲哀的是 他的老婆又很漂亮 这是一次意外事故 导致身体残疾 他悲哀的发现 他竟然成了一个性无能者 哎呀 于是 为了挽留风华正茂 美丽如花的娇妻苏丽梅 他竟然别出心裁 想了一个他自以为的好办法 就是这个办法 他很荒唐 至于如何荒唐 咱们从头说 2000年8月 家在商丘的沈振华 考入河南工业大学建筑专业 他与两小无猜 青梅竹马的苏丽梅约定 说是一年后 苏丽梅也报考河南省内的院校 苏丽梅也没有失言 第二年 他考入了河南大学 那虽然说这两所学校相距100多公里 但是两个人的心却是紧紧地贴在一块 2003年7月 大学毕业的沈振华 他只身来到心爱之人所在的城市开封 并且是应聘到了洪昌房地产公司当技术员 由于沈振华勤奋努力 乐于专研本职工作 便深得公司领导的信任 再后来 2005年8月 苏丽梅也大学毕业了 他是被安置到开封一家事业单位 当了一名出纳 那边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 2006年1月 沈振华注册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东润建筑公司 功夫不负有心人 没两年 他已经成为了拥有600多万资产的大老板了 事业成功的同时 爱情也是瓜熟地落 2008年的10月1日 这天 沈振华和苏丽梅在开封世纪饭店 举行了盛大而且热闹的婚礼 婚后的日子如蜜般的甘甜 可是 一次意外事故 却打碎了他们甜蜜而幸福的生活 那是2009年7月13日 沈振华来到顺阳小区建设工地 就检查施工质量 他从七层脚手架上开始往下走 可是当走到第五层时 他两脚突然踏空 一头就栽了下去 万幸的是 经过医院的紧急救治 性命保住了 这时他丧失了性功能 再也无法过夫妻生活了 这当头一棒 将沈振华和苏丽梅给急蒙了 苏丽梅也是跑到医院的卫生间里 痛哭了好一阵 平静下了心态之后 将丈夫接回了家 2009年10月1日 是他们结婚周年的纪念日 苏丽梅坐了一桌子可口的晚餐 两个人便围坐在一起 边吃边喝边说笑 饭后 他俩又到离小区不远的 星海广场去溜达 借着月光 他们看到一对恋人 正在忘情地亲吻着 他们看得呆住了 因为自从沈振华出院之后 他们夫妻间 就没有任何的亲密举动了 两个人几乎同时 转身就往回走 一路无语地回到家 苏丽梅为了解闷 就打开电视 可令人败幸的是 电视画面里 也是男女亲热的镜头 她狠狠地关掉了电视 躺在床上 苏丽梅的心头 略过一丝凄苦 这个夜晚 他们在彼此的叹息中度过 没有性爱的婚姻 确实是一种缺憾 这个夜晚 他们在彼此的叹息中度过 苏丽梅看到丈夫 布满血丝的双眼 心头一颤 眼泪瞬间就奔涌了出来 内疚地说 对不起 是我不好 触动了你的痛楚 沈振华 他没有吱声 拿出早就写好的离婚协议书说 苏丽梅真诚地对丈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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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让我们都冷静地考虑一下 别忙着下结论 好嘛 于是在上班的时候 苏丽梅的脑海里 也就回忆着这些年来 沈振华对她的种种的好 以及这个舒适温馨的家 最终 她打消了 离婚的念头晚上 苏丽梅一脸平静地回到家里时 沈振华已经做好了一桌的饭菜 再等在那 但她还是察觉出来了 丈夫内心在激烈地挣扎着 尽管丈夫表面平静 于是她轻轻地走过去 双手捧住沈振华的脸 认真而娇媚地说 振华 我今生今世都不会离开你 一句话 一个眼神 一个举动 令沈振华感动不已 她把苏丽梅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但是 因为长期缺乏性生活 渐渐地苏丽梅也变得脾气暴躁起来 常常就因为小事而发无明火 下班之后很晚才回家 以前 在晚上睡觉时 她总是拱进沈振华的怀里 必须要沈振华搂着她 才能睡得踏实 而现在睡觉时 她连碰也不碰沈振华一下 还经常用背对着丈夫 而这 让沈振华有种说不出的伤心 作为男人 虽然不能尽丈夫的义务 她同样有情感和心理的需求 有好几回 这沈振华主动用手去抚摸妻子 苏丽梅情不自禁地就交传起来 但是一想到丈夫 已经是性无能地 便忧怨地说 睡 沈振华此时此刻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她知道一种看不见的隔阂 已经渐渐地将她和妻子的心移植 越推越远 因为妻子不仅年轻漂亮 而且性格很开朗 职业还不错 她想过离婚 但是苏丽梅的挨压 令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是维持目前的婚姻状况 那也不是办法 沈振华知道 与妻子长期这样下去的话 这份婚姻迟早会保不住的 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 沈振华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的决定 给妻子介绍一个情人 让他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 做出如此荒唐的决定 沈振华犹如是万箭穿心 但是这个念头 占据心头之后 脑海里就像是过筛子似的 对着妻子就挑选起情人来 他突然就想到了好友马富宇 马富宇是沈振华的大学同学 毕业之后 他们一同到开封打拼 他是在家人的支持下 从事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 渐渐的 马富宇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如今也是百万身家的人物了 就在两年前 马富宇与一名叫肖碧月的女子结为夫妻 现在他们有一个一岁的宝贝儿子 而更重要的是 这马富宇不可能介入他的事业 也不会对他的财产构成威胁 是个最佳人选 2009年12月初的一天 沈振华打电话 就约马富宇出来喝酒 席间 沈振华开诚不公地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马振宇 马振宇一听就生气了 你这是糊涂你 你怎么连这样的搜主意也想得出来 可是沈振华 他还是不死心 再次对马富宇说 你要知道 我的身体不中用了 我就是希望你在身体上满足我妻子 只要你不对我妻子动真感情 不破坏我的家庭 别的我都能接受 见马富宇还是不同意 沈振华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我们夫妻的感情很好 我不想失去这个家 作为兄弟就当是我求你了 见马富宇还是不同意 沈振华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我们夫妻的感情很好 我不想失去这个家 作为兄弟就当是我求你了 好吗 马富宇沉默无言 此时 她的心里想着苏丽梅 那娇美的面庞 虽然她觉得这么做的话 对不起妻子 但最终 男人的占有欲 最终是占了上风 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是哥们 帮你这个忙是应该的 就是那苏丽梅 她 她能同意吗 沈振华表示 这点 你不用担心 由自己来做工作 接下来几天之后 沈振华就对妻子说了 我知道 我们夫妻的感情还不错 但我作为丈夫 给你的爱是不完整的 因此 我想把我的好哥们 马富宇介绍给你 苏丽梅很纳闷 马富宇 这 这还用你介绍 我们不是早就认识了吗 沈振华则吞吐吐吐地说 我 我是想让你们建立情人关系 你说 苏丽梅一听就着急了 她愤愤地说 沈振华是脑袋进水了 沈振华则说 没有 我正是因为太爱你了 我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怎么说 希望你能够理解 我的良苦用心 丈夫的想法 让苏丽梅既震惊又感动 这是刚开始时 苏丽梅根本就没有把沈振华的话放在心上 但是 当她对原始的爱有了冲动时 她就不由地认真考虑起丈夫的建议了 对 找个情人 但绝不和对方产生感情 更不破坏家庭 不能辜负丈夫的一片苦心 就这样 主意已经拿定 她就开始试着跟马富宇往来起来 2010年1月的一天 马富宇带着苏丽梅在宾馆里开了房 因为与妻子心照不宣 这沈振华对妻子的出轨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与妻子心照不宣 这沈振华对妻子的出轨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没没想到 是自己一手 将妻子推进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上 沈振华的心 就像是刀割一样生疼 时常地在外边过夜 此时的沈振华 她算是体会到了自酿苦酒的滋味 但是当她发现 苏丽梅近段时间的情绪 似乎好了很多 脸庞又红润了起来 沈振华的心里又有了一些安慰 时常地在外边过夜 此时的沈振华 她算是体会到了自酿苦酒的滋味 才明了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的痛处 沈振华很愤怒 她质问苏丽梅 是不是因为 因为你跟马富宇处处感情来了 可是更令她想不到的是 妻子竟然提出了离婚 苏丽梅摇了摇头 不 我提出离婚 其实心里很矛盾 我承认我也爱你 但是一个女人的心里 是不能容纳两个男人的 但是沈振华说什么也不同意 她就开始想办法挽救婚姻 离婚对我来说 就是最好的解脱了 可是怎么挽救 死来想去 2010年6月的一天 她买了一个手机卡 悄悄给她的好朋友 马富宇的老婆 肖碧月的手机上 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里说 看好你的老公 她最近在外边很花信 这肖碧月 她看到陌生手机 发来的短信后 感到很奇怪 连妈妈电话 就回播了过去 沈振华自然是不敢接了 她怕听出 是自己的声音 赶紧把手机就关了 肖碧月握着手机很纳闷 她又突然想到 确实 自己与丈夫已经很久 没有夫妻生活了 她顿时生意 她悄悄地就不思人 侦探跟踪丈夫 很快就拿到了证据 肖碧月气得胸口发疼 她曾经以为 丈夫对自己的感情 那是忠贞如一的 可哪想到 自己老公的情人 竟然还是她的好友 沈振华的妻子苏丽梅 在事实面前 丈夫马富宇 不得不如实相告 当得知 竟然是苏丽梅的老公沈振华 给他们牵的线搭了桥时 这肖碧月 在痛恨丈夫偷情的同时 对沈振华的做法 更加不齿 2010年8月8日 肖碧月咽不下这口气 她气势汹汹地 闯到了苏丽梅的单位 由于马振宇提前通风报信 苏丽梅悄悄地就溜走了 见苏丽梅不在 肖碧月就发疯般地 在每个办公室里边去找 嘴里边还嚷嚷道 苏丽梅 你这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你给我出来好 经肖碧月这么一折腾 苏丽梅瞬间就名誉扫地 老实 这还没完 不愿善罢甘休的肖碧月 又来到沈振华公司门口去吆喝道 沈振华 你自己那个玩意儿不好用了 你竟然自己给自己戴绿帽子 给老婆找情人 居然找到我老公头上了 好 因为事故造成性无能之后 这沈振华 他是想方设法 封锁了这个消息 可哪曾想被肖碧月这么一闹 一下子就成了爆炸性的新闻了 人们就在一起 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不行 这间公司门口的人是越拘越多 恼羞成怒的沈振华 气呼呼地冲了出去 狠狠地就扇了 肖碧月几个耳光 被打得嘴角流血的肖碧月 则发疯似的紧紧地 就抓住了沈振华的衣领 嘴里边还嚷嚷道 你就是个太监 你还这么霸道 这场面一度失控 不过在这场风波过后 马富宇终于与妻子苏丽梅断了来往 只是 经过种种的事情之后 苏丽梅有些心寒 也是更加地坚定了离婚的决心了 2010年9月5日傍晚 沈振华 她因为一单生意又告吹了 心情极度沮丧 她在一家小酒店里喝起了闷酒 借酒消愁的沈振华 她把自己的不顺 全部都归结到了马富宇的头上 她想 要不是她的妻子一再胡闹的话 事情也不会闹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于是 一股愤怒和酸楚便涌上了心头 她怀揣着一把水果刀 静止地朝马富宇的家就走去了 最眼朦胧的沈振华来到马富宇家的楼前 她看到马富宇和肖碧月正手挽着手 在小区散步 嫉妒和怨恨瞬间就令她失去了理智 她手握水果刀就冲向了马富宇 朝着毫无防备的马富宇接连地捅了三刀 从惊吓中回过神来的肖碧月 一边死死地震住了沈振华 一边大声地呼救起来 万幸的是在路人的协助制 沈振华的行凶被制止了 接着又被扭送到了当地派出所 马富宇也是被紧急地送往了医院去抢救 最终是抢救有效 没有死 她在得知丈夫行凶被捕的消息之后 又回想起自己的感情经历 她再也控制不住情感的闸门了 禁不住地嚎啕大哭起来 2010年11月2日 记者从知情人那里获悉 马富宇和肖碧月也已经协议离婚了 曾经的幸福家庭如今依然是支离破碎 一段孽情毁了两个家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咱们下期再见